它完完全全就是马来西亚的娘惹糕 一模一样的味道 它怎么会神还原啊 川七搭配苹果真的好喝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马铃薯 现在叶玲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家素食餐厅吃到饱 很久之前就已经有部分的薯粉敲碗说 要看我分享一些台湾的素食料理 然后我就上网爬文一下 我发现台湾的素食餐厅还真的蛮多的 不介绍真的蛮可惜的 台湾的素食料理在全世界非常有名 没错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分享 这个台中的素食餐厅吃到饱呢 因为刚好我们人就在台中拍另外一个企划 所以我们想说顺路来介绍这一家餐厅好了 这一家餐厅我跟你们讲 它那个网路评价非常的高 听说很多人去大坑爬完山以后 下山就会来吃这一家餐厅了 而且重点是我看了一下它那个消费方式 还蛮划算的 其实不到500元 所以我们就决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家素食餐厅吃到饱到底如何呢 好我们赶紧继续吧 好我们现在已经入座了 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边的收费方式 其实呢在入座前呢要先结账那一个人呢是495块的 可是如果你平日来的话呢会比较划算就是一个人是462块 那如果是出家者的话呢一律都是300元的哦 所以我觉得其实以这个价位来讲呢也是算平价的 因为毕竟呢这边的蔬食呢 听说有上百道料理 像我们现在的用餐时间是晚餐 然后我们算是第一组客人进来也就是5点半 然后这家餐厅呢是开到晚上8点就结束了 所以呢它是这样子呢就是你5点半进来用餐呢 你可以吃到晚上8点再出去都没有问题 等于说在这边可以吃满两个小时半吧 就看到所有的食材都可以任吃哦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去那个食材区去看有哪些创意食材咯 然后桌上有附餐盘 所以等一下呢就直接拿自己的餐盘去食材区领餐就可以咯 第一群呢就是主食类的有炒饭炒面米线等等 然后接下来呢它还有分热炒区啊炸物区等等 真的食材超级的多 那我们就拿一些我们没有吃过 然后看起来很精致的食材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不就是马来西亚的娘热糕吗 这个一定要拿来试试看咧 然后这边也有很多的花寿司全部都是做成日式料理的哦 我觉得它的食材每个做的真的超级的精致 诶这感觉也好好吃耶 有越南料理我觉得也拿一下好了 它连泰式料理的青木瓜丝也有用成这种小小盘的 好这个也拿一份好了 我这一盘呢真的是超级多异国料理的 其实这边的菜色选择非常非常多 绝对会有选择障碍 它真的是眼花缭乱 多彩多样 重点是你没有发现它很多异国料理吗 日本 捷克 墨西哥 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 我跟你讲另外一区它还有意大利面 还有意大利的披萨 我们还没有过去那一区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重点是因为每个人只附一个小盘子 我觉得是不够装的 怕你浪费食物 也对其实我觉得 因为毕竟这边它是不现实的嘛 你就是吃饱为止 所以也建议大家不要浪费食物 那我就先吃主食 它的主食呢 我们有先拿它这个 这个是单规米线吗 麻油 麻油米线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拿这个 感觉应该很香 因为麻油米线在素食餐厅里面 算是基本款 哦 所以难怪大家都会拿麻油米线 只是因为我们平常吃的麻油鸡是荤的 然后这个是素的 试试看 完全不会想象的到呢 它是素食的麻油面线 结果大家真的可以多拿 它的麻油香气很够 它炒饭看起来也好健康哦 是这种绿色的耶 这是基本款哦 香菌炒饭 炒饭比较没有味道 等一下我知道了 因为我刚才吃那个麻油面线 它太香了 然后再吃炒饭 变得没有味道 那它其实也有炒面 我怕我们如果拿炒面的话呢 其他那个餐点我们会吃不下 所以我们只拿炒饭跟面线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自己来试试看啦 诶 这个是我蛮喜欢的诶 炸牛饭诶 可能我们这样的关系 它会稍微偏硬一点点 可是有一些人如果喜欢这种 牛饭诗的咀嚼口感啊 比较有那种纤维感的话 可能会喜欢吧 这个也蛮酷的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它是木耳 这个你不觉得有一点像那个粉肠吗 哦 对对对 对 很像那个港式的肠粉 还是粉肠之类的 然后但是它里面不是包肉 是包木耳 再来我要试另外一盘呢 是各式各样的异国料理 有越南的啦 然后有捷克的啦 这个应该是日式寿司类的一种 然后有看起来像港式的烧麦啦 还有一个这个是什么卷 台式蔬菜卷 这看起来超精致的耶 这是捷克料理 我看到素食的火腿 你看一般都是会插一个火腿 它是素食的 它的口感上真的超级像在吃火腿 但是味道呢 你一吃下去你就知道不是 因为素食那种素肉啊 就是有那种大豆味啊 还是什么味 豆渣啦 嗯 对不对 对 很像是日式的手鲜类 对 没错 只是呢里面是素的 然后这个里面的是放我很爱的四季豆 这还不错耶 这个甜甜的 这个我满喜欢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越南春卷 里面也是有放素肉耶 然后还有放米线跟一些菜 好 再来试试看这个烧麦 它是直属的内馅 我觉得这个不能吃多 因为甜的东西真的吃多会腻 所以我觉得要搭配咸的会比较好吃 但我个人是比较习惯吃咸的烧麦 你现在吃的这个啊 是素食店里面都会有的哦 我喜欢它外面这一层有先炸过 它好像是有这个咖喱的口味 会有那个淡淡的咖喱香气 这个我也蛮喜欢的 再来要吃这个精致的小点心 我们拿了好多盘 我觉得这个呢 看起来会在饭店出现的小点心 而且它用这种小盘子装 就一次不会吃太多 就不会吃太秤 就每个口味都可以试 这个是泰式青木瓜丝 它超级酸 因为它不能加鱼露啊 对难怪我觉得它少了一个味 原来它少了一个 虾米跟鱼露的香气 再来还有一个墨西哥料理 嗯它上面有浓郁的这个酪梨酱 我超爱 这个超特别的 你看海苔里面包着香蕉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香蕉跟海苔没有办法搭在一起 香蕉是香蕉 海苔是海苔 可是如果把这个海苔拿掉的话 香蕉是很好吃 因为它香蕉很甜 好我要吃马来西亚的娘惹糕 虽然它这个外形的不太像 它唯一像的就是因为呢 它有一层一层的 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一层一层叫做Layer Cake 因为它有九层 而且呢它是彩虹的颜色 好我试试看好了 它完完全全就是马来西亚的娘惹糕 一模一样耶 它的味道 它怎么会神还原啊 我没有想到能够在素食餐厅里面 找到一个这么道地的娘惹糕 吃到现在最好吃的創意小菜店是这个 这个因为有我的家乡味 再试试看另外一个野奶的糕点 这个超级像在吃芋头糕的那种 超级绵密的 我刚刚就是有提到 这边有那个沐西哥料理跟意大利料理 就在这里 你看它的披萨有分薄皮跟厚皮的耶 这个还蛮贴心的 我拿一片薄皮的好了 刚刚啊我没有看到有一区是可以拿这个单载面的耶 你知道单载面的灵魂是什么吗 肉燥 油葱 啊如果做成素食版的单载面会不好吃呢 我们来试试看 它就是跟我们一般吃到的葷真的不太一样耶 可是它是好吃的哦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树肉到卤的也是很香 然后它还有给一个超大的树丸子 可是树丸子不是用鱼肉做还是用什么做 不知道 它有一点像那个苹果 但是呢又比苹果再更软一点 重点是它里面还有树肉耶 福州丸子 哦对 它就把它做成那个福州丸子 好特别哦它的丸子的口感真的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 它根本就是用那个墨西哥饼下去做的啊 一模一样耶 它这个脆皮披萨完全没有那个淀粉感 完全就像在吃饼干 看到有一个超特别的饮料 就是这个川七苹果 川七搭配苹果真的好喝吗 这个绝对是苦口良药 苦口良药 我相信苹果的营养跟川七的营养结合起来一定是超级营养 为了健康着想 你必须喝下去 现在也要来试试看它的那个水果到底甜不甜 它今天的水果还蛮甜的也还不错 OK我们已经用餐结束了 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用餐心得 我觉得呢这个算是我第一家吃过的素食吃到饱 因为平常呢我很少在吃素 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这家餐厅的那个环境啊 其实是非常棒的 因为呢它灯光很明亮之外呢 环境特别的宽敞 那在餐点的部分呢非常多选择 而且创意料理很多 像是有中式西式啊欧式啊等等等等的创意料理 但口味呢是很个人的东西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很少在吃素的荤食者来说呢 可能一开始会吃不习惯 那如果是长期在吃素很喜欢吃素的人来讲 我觉得他们会很喜欢 因为选择真的超级多的 以后大家有经过这边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这家餐厅啦 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咯 如果你还有推荐其他更棒的 苏食料理餐厅的话呢 也欢迎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